不可能啊,可能沒有被抽到啊 有啊 好,稍微看一下 來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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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1、2、3 提醒以後你還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做建議 但在原則上,如果說你的演講 超過十分鐘 我們就扩問 那麼在十分鐘以內 恐怕就會 在問數外面 就會 如果最好不要超過 這個不要低於十分鐘 好不好 好久沒看 評審 05 A08 H9 陳建煥 很高興這次來參加這個 詩儀 把這個 講師 那個會規範講實訊 但是講真的 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這一次 特別來這邊再學習 要有第二項 要有八文的一個日期 那麼八文日期 並不等於 我們收幾天到收到 這個實際演練 那我想我們按照順序 看大家這樣有沒有 從2號 3號 4號 5至7 5號 然後 6號 還有6號 還有6號 如果不好的話 在我們這邊 談論案裡面 我們還有留個一個 前 前會遺留事項 這邊就可以補充著 會議程 今天的會議才會很順暢 你只要說沒有任何今天會議程 在座的會眾的意見 那就是主席聲明說 請問在座的座 就是會眾的 李建思 和理事 有對整個議程 我不知道 哪裡來的勇氣 說實在 我今天說得很好 台下很感動 大家都沒辦法 不知道他給我們考 還是給書會考 但是 我們這個書會在我們這裡 那我們主席呢 提供要點 一時宣布開會 及三會後休息 既按照程序主持會議的這個進行 那再來呢 我們的 天前要通知 對 這個理事會來舉例 那我們的審數呢 那麼主席啊 他就要來宣布開會 那宣布開會 因為我們是用十門國際統計會來講 所以我們就要念 國際統計會 台灣總會 桃園區 十門國際統計會 領事會 開始 你知道嗎 有聽清楚嗎 有聽清楚 這一大事已經有報告過了 先同學我們自己的商業 我們自己的課品的內容 我們把它 我把它 簡化成口訣 可以啊 先先為你 哪個同學可以告訴我 規律紀錄 可以修正嗎 好 越下面的話 他的順序約後面 講師 我是北宜區 鼎鼎有名的講師 一講全身就師 那這個 在這個善慰動議提出的時候 他這裡最高的話 有沒有 在上面的話 他是最優先的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提了一個修正動議 可是如果說 後續人家有提了一個 位階比較高 可能像善慰動議 那我們修正動議 我們就不再進行討論 我們會進行是一個 優先順序比較高的一個 附屬動議 所以說這個時候 如果說提出的 會結比較低的 議案進行中 得提出善慰動議 如得可決 應即宣布善慰 善慰時 未了之議案 應於下次會中繼續討論 需有人故意 不可討論 這個是 以身作折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說在這邊 我就直接進入 這個我們的 這個會議程序 按這個報告 這個出席人數 應該這個部分 一般都是屬於 我們這個秘書長 做施宜的動作 那這個報告出席 這個人數的同時 一定要達到 這個開會的 這個法定人數 不用討 要討論 要討論 要表決 多數決 那第七個是 修正動議 需覆議 可討論 需表決 也是 再舉例一下 就像在我剛剛舉例的 各學校的 營養午餐的問題 很多東西的時候 另外就是說 他要在議會裡面付諸討論 當然像這一次 新竹市呢 就是預定把 32塊營養午餐 因為他兩菜一湯 要提升到 35塊 變三菜一湯 學生比較不會抗議 老人家就會 跑去找議員 決而有決 決而有行 有心而有火 那麼 提問題的要領有兩種 有哪兩種呢 就是提案跟動議 那麼提案呢 必須是要以書面提出 那是在 而且提案一定要有一個附屬 一定要有附屬 這個